等下休息,我再點名 好,其實在 在那個Asses Store 裡面呢,其實也有一些 字式的 它字式的有很多 FREE都是Unity Technology 它所開發的 那其他要錢的,別人做的 比較多,別人做的,這個都別人做的 所以你看到那個Unity 做的這些呢,基本上都不用錢 都不用錢 好 那我剛剛還有看到這個 所謂Starter 第一人稱,有沒有,它把它拆開來了 第一人稱,然後這裡有第三人稱 也就是說以前的Standard Access 它有裡面也有第一人稱,或者是 characters 裡面有第一人稱跟第三人稱 那它現在把它拆開 所以你可以在 Asses Store 裡面找到以前 那些基本的 Import 東西 應該是在這裡就可以找得到 所以當我們把一些 那個以前Unity所提供下來 留下來的那個Import 的Package 先把它 弄到我們的 Asses 底下 如果 有需要用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這個 踩進來 比如第一人稱,第三人這些 這些 當然 這個學期應該不會講3D啦 3D的部分 但 222年級應該還 還沒有學到很多3D 所以 一般是講2D的部分 2D的遊戲開發 因為 那個Contract 3呢 也是2D的 所以我們這邊呢 就純粹在2D的部分著墨就好 3D 事實上也是比較複雜一點 好 好 那我們回來這裡 我們剛剛做了一個錯誤的動作 就是 在Play的時候去改 那Play的時候去改呢 改的東西都無效 所以 你要 看一下 這個 沒有在Play狀態去改才有效 所以 切到那個Cavos這邊 在 在 在Image裡面呢 你要去設定它是 布滿全部 然後 然後 它的 左 它這些 基本的 都是 設為0 基本都設為0 然後 把它圖擴張出去 填滿整個畫面 大概就這樣概念吧 那Image可以選 Source Image是哪一張 Material Material Color 好 我們先看頭影片 頭影片呢 它是在 ICT Transform 讓 那個Image填滿整個Cavos做背景 所以在這裡 這個地方按下去的話 它有很多的選項 很多的圖 的選項 你要選到最 最底下 右下方 那一個 那它UI物件的 成縫呢 比原本的成縫多提供的 排版 定位 的參數 那成縫是一個點為基準 就是 它有 有一個點為基準 然後 然後 ICT Transform 則是 那個 錨定 錨定 所以 你 歸到原點之後 再錨定到 最外面的 的點 那它就可以 錄滿整個畫面 是這個概念 那 那 RED Transform 則是 以 Archer 還有 Pivate的關係為基準 這裡有Archer 最大最小 然後Pivate 是 中心 X跟Y 它佔的比例 最大分最小 那 這個 RED Transform 中的參數 藍框 這個部分 藍框 的定義是物件的位置 跟 寬跟高 寬跟高 那 寬跟高 我剛剛不是射到 全部打0 全部打0 這個部分 我們等一下 再做 再做修改 你這個寬跟高 要佈滿整個的話 你基本上 應該有一些 基基礎的 寬跟高的比例 藍框這邊是定位 定位位置的部分 位置的部分 應該 就是這裡 如果我 就是 right跟 button 這邊就不是 就不是寬跟高 如果你去 去 去設定它是這個 放開的這個 這種東西的話 就不是 那那個Cavis它才有 但是它沒辦法去設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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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才有寬跟高 那剛剛那個 image它原來也是有寬跟高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子 那你如果 選到左的話 它的 寬就跑出來 好啊選到 下方這個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它的高就跑出來 那這邊 這邊 到底是什麼 這對齊的關係 這 這個四方形 是它的 圖的大小 應該是圖的大小 然後 靠左 靠中 靠右 啊 這個是 把圖 寬度拉伸 好 然後 這是靠 靠左上 就是 靠中上 還是靠 中 右 靠中 右 然後這裡是拉伸 然後靠上 也就是說 這個 這個圖 這個圖它會做一些調整 會做一些調整 所以 當我們去做這種調整的時候 它自己就會變化 自己會變化 那當我們選這個的時候 它是 它是基礎的 右邊 下方 左邊 上面的都是0 然後擴展 到最大 好 再回來這裡 紅框區域的定義物件的自身基準點 這個 PIVOT 就是 這張圖的基準點 它是在0.5到0.5的位置 還有 輕物件上的參考點 參考點有最大的S跟最小S 那目前 內定是一樣 那4個 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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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矛點,這個 這個5號,這個5號是矛點 矛點是釘在這裡 這個是它的PIVOT的中心 所以中心到矛點的 直距離在CAP的縮放是不會改變 現在這個30的話,它是定義在這點到這點 在這個線上面,在中間的線上面 軸心,軸心上面 矛點,四個點如果同一點的話,就在這裡 所以X,它距離是30,然後Y距離30,它就在這裡 往下這邊距離30 這個矛點是2-2-1 這個矛點是2-2-1 然後代表元件邊界跟輕物件 上的Archer的距離 元件會在輕物件上 大小會變化 一起衍生與維持在Archer的距離 這邊 看起來有點複雜 就是 如果你的物件是選這個拉伸的部分 選拉伸的部分 你的左邊距離你拉伸的位置是5 右邊距離你拉伸的位置 右邊是從這裡 距離拉伸的位置是5 然後 它的高度是30 30 它中間的位置在30 30的位置 拉伸的話,Y距離 Y的位置 所以這個 這個矩形的轉換 機制呢就是一個矛點還有一個它的PIVOT 去決定它這個圖到底要 展出多 多大 擴展的 擴展的地方是到哪裡 那這如果說有很多個的話,它可以做排版 好像有點像 網頁排版這樣的概念 網頁排版 的概念 很像 網頁排版版我們會去 給它比例 就是 這一塊 它的左邊 右邊還有中間比例是多少 決定說這一塊顯示多大的區 這個圖一樣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當我們在做這個選擇的時候,它這個地方會有右 或者是左 或者是這個 Botton Top Button 上面就變成Top Button 也就是說這個 這四個東西呢是會變動的 資料會變動 那有一些呢,它就做拉伸的時候,其實 有一些 位置呢是 不用去設定,它自然就產生 就像這樣 四個要求都分開,這個 四個都分開 左、右 上、下 左右上、下 左右上、下 閃數 所以如果都分開 左右 左右上、下都要設定 那這種姿勢的 它就是上、下、左右都全部要 定位 定位 就是距離 距離那個邊邊的多遠 對應在四個 定出的區 區域作為排版 數值代表元件邊界 對應邊界的距離 元件邊界是這個 元件邊界 對應邊界是 這一個 應該是 可以看到的這個邊界 的距離 所以打開的時候 它的定位 面板長這麼多 那個可以選的 那通常我們在使用都是 都是去試試看啦,試試看哪一個 是你要的,就給它定位好了 那有時候我們希望說 這個 這塊圖是靠右邊 或靠左邊 那你可能就是要去調整這個 這個選項 要去調整這個選項 因為它這個image 配取 大小 剛開始的大小它是有 它是有給定的 那後來因為我們 套這個 transform啊 它就 變成 變成這樣 這樣子 OK,我們再繼續看 它這個上面這邊點開的話就會跑出這個選單 然後 座標圖展開的選單 那這個選單的最 最下方 最右下方這邊 預設 選用預設是 是 視角定位 視角定位就 左 上下左右都是給零 給零就剛剛我 我輸了,上下左右給零就是沒有空間 它的邊界跟 物件的邊界跟可見邊界是 沒有差距的 那如果如果有差距的話 如果它有值的話 我們 給它值的話你會看到 這個圖呢 就會 跟邊邊有五個應該是五個pixel距離吧 它就沒有填滿 所有的區 如果你選的是最底下的 最底下這個 它是這樣排版的 就是說 你的左邊 左邊五個 左邊 左邊到 就是說邊界跟那個物件的邊界 這之間的距離 是設定在這邊 啊那如果說我們 是用別的 那這裡的參數就 不一樣了 哦 參數的不一樣 如果是用這個拉伸的方式 切到拉伸 切到拉伸的話它就會變成 這個是 靠 對齊下方 對齊下方然後拉伸 對齊下方然後拉伸 對齊下方拉伸 所以它的高度 它的高度需要知道 它的高度需要知道然後它的Y 中心位置需要知道 需要知道 那 這邊是對對左邊跟右邊的距離 左邊跟右邊的距離 那這個是切過來它換算的 換算的值啊 如果我高度是 200的話呢 就會變這樣子 高度200就變這樣 就它從底下呢 往上 然後它這個 它這個position 位置是固定的話 它的 Y方向的 決定是在高度 決定在高度 而且它是拉伸的 也就是這個這個圖其實是有變形 這有變形 那假如我們這個圖進來 進來不要讓它變形 你就要看它的解析度 它的解析度去射 那一般是不要拉伸比較 比較好 拉伸到全部的話 圖會變形 那如果說你是當背景的話 你就必須要做這個 拉伸到 到最下方 然後你在切換的時候它就會 自己幫你填入 那個 好填入上下 上下 這個TOP107.5就是從 上面到 這個物件的 的上沿 上方邊接到物件的上沿是107.5 那Button是從 底下的邊緣到物件的下沿 107.5 那這一樣我們可以設定5 設定5 去改成我剛剛的結果 所以這個 排版的部分 就是 它的這邊呢你 按到不同的東西它這個 標籤會變 然後你要去看 如果是 上下左右它就是 離邊邊 離邊邊的設定 如果它是Position X 它就是 X的 坐標 Position Y它是 這個 Y的坐標 那一般拉伸它是會定 Y Y坐標 X坐標是 被控制住 被什麼左右控制 X不需要做 因為X拉伸 所以 X的 寬度呢是有左跟右控制的 好這個 這部分是它設計 做排版的用途 它就定義說這個物件的 邊緣跟 那個所謂的 Cabus的邊緣它的關係 上下左右的話它是距離 然後 物件的那個中心點 Position X Position Y 那些都是需要去 去設定的 也就是你你只要把這四個參數 搞清楚把它 打對的話你的 你的這個UI的東西呢就會設對位置 好那物件填滿 畫面就是你要選這個然後這邊全部打0 就剛剛做做完的那個動作 就填滿 填滿畫面 這邊全部打0 上下左右的距離都是0 然後 就變成 X拉伸 Y拉伸 Y拉伸 然後再來就是 自定背景圖片 然後我 我要把圖片匯入 Unity 然後 在 Texture Type 底下 設為 Sprime 一般吼 一般我們在匯入圖的時候 譬如說 我去網路上找一張 背景圖 背景圖 我們在這邊找一下背景圖 VG 然後背景圖他是 他是很方向的所以 你可以找那個寬度的 寬度背景圖 比如說這一張 背景圖 看這一張好 這張有 有線 這個 好這個可以 然後另存圖片 他是一個Texture 是一個Texture 一張圖 一張 一張眼像 那這一張眼像 我要射給材質 然後材質再射給物件 一般的話他的 他這個image的本身就 就是 就是圖片啦 所以 所以你的那個 Texture 這個 要設為2D的 Sprime 那import import的部分呢 我們要怎麼做 拖拉進來 我把這個縮小一下 拖拉進來 這個 那個 那個照片應該是這一張吧 這張 這張背景喔 那我這邊呢 再給他加一個 Texture p-e-f-t-u-r-e-s 這是那個貼圖 貼圖在3D或2D都會用到 然後你把它做 載入 丟進來 丟進來你可以看到他的他的圖 他圖這邊的 Textuous type Type 你要選這個2D啦 2D跟UI 把它設定2D跟UI 這是他在投影片裡面特別強的 然後拖一到image的哪裡 Source image這裡 Source image 所以我們把這一張 拖到哪裡 image先開起來 Apply OK 這是剛剛沒有存的意思 那我們把這個image的 這個Textuous這一張圖呢 射到Source image這裡 拉過來 塞進去 這樣 那你會看到他的 整張圖呢是布滿的 畫面 整張圖布滿畫面 這個是2D的UI 好 這邊有大概 非常清楚的去講這個 怎麼弄弄過來 背景圖片弄完之後就長這個樣子 Play 這是在 在編輯環境裡面 編輯環境他 大概也是把它塞滿 那這個 這個都是矛點 四個矛點 然後這個 呃 image本身他就擴展到矛點的邊邊 再加遊戲標題 遊戲標題是 Text Text 這要怎麼加 UI 的 哪一個 來 UI UI UI有Text Text 然後Text元件 但是我們這個 這個地方 新版的他 這裡 UI Text在這裡 那有沒有其他的可以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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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geance Lengeance有 Text Button 裝DOWN 到底是哪一個比較對 因為這個Button是常常用 他就是 觸發事件按他就會 就會去 做做一些互動 可能到下一頁啦或到上一頁 那Text文字說明他可能不是參與互動他就顯示用而已 應該是這一個 好那文字我們打 這弄進來之後他是不是在左下角 然後我們再來 看一下他要在中間 還是在哪裡那在哪個位置 一樣利用這個來設定 排版 利用這個設定排版 我們可以去 這個地方點一下 那就把他移到中間 移到中間 Middle 這都在中間應該 做完應該要調到中間才對 那他本身的 寬高還有位置 位置 位置是負的 如果用 用移動的方式 他會是 位置是00 然後寬高 高度30 寬度160 這是那個 內定 這個 new text的 那假設說我把這個 風 風 size改 改成 改成36 這麼大 36這樣子 你這個高度就不夠放啦 高度不夠放 所以 高度要40 然後 然後 寬度 那他做这个2D的界面 他的做法就是先从上往下做 然后上面做完就是直接贴在上面 然后下面的东西做完就再贴到 那个已经完成的画布上面 所以最下面的就会最前面 越往上面是越后面 那我刚刚这样改 他怎么就不见了 事实上是因为什么问题 因为大小问题 还是因为我这个排版的问题 我先把它删掉 删掉 再加一个进来 好先先把排版先放着 大小大小调看看 36可以吗 原来36也不行 那那这样的话 14可以 14那可以 16可以吗 16也可以 18可以 18可以吗 18可以 20可以吗 可以 24可以吗 可以 为什么36不可以 那28可以吗 不行 所以最多到24 24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 直到24 LOMO 那这个 这个字我要 放到中间的话 应该就这个吧 点两下 他应该要进来 然后他参考位置 如果在中间 他参考位置 应该 他本身的中 中心点应该在 应该在哪里 如果套这个的话 他的这个位置 他的position 是在负的位置 RX也在负的位置 也就是 如果这里是零的话 他会 跑到这里来 就把它改成零 对不对 改成零 他就会到中间来 好 啊 底下的 不要去改 底下不用去改 那为什么会 呃 会不行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高度的问题 可能是他高度问题 我24 26 就不行 那我这个高度改成 改成50了 他这里就可以改大一点 36 哦 可以 所以 应该是他这个地方高度 高度的对应 就是说 这里的高度 一定要大于 空size的高度 这样的话 这个文字才能显示出来 好 他这边的文字的部分 就 大概这样子 然后他有出题 有写题 有写题 字形的部分 呃 能不能够去 下载 其他中文字形 文字内容的 还有颜色还有大小这都可以设定 哦 我们刚好设大小就是 因为他他他本身 那个物件的高度啊 宽度 这个部分 调整好之后 如果他塞的下他就会显示出来 塞不下就不见了 就就大概这样子 那 自行出题 写题啊 这就可以设定 还有文字对齐方向 还有 超出文字的显示 设定 超出 Vertical Overflow 那叫截断啊 从Transcade的截断 这个 底下这边有 如果是水平超出的话 Overflow 那如果是垂直超出的话就截断 溢出 溢出可能 会 出来边界就是 这物件本来就这么宽然后 超过的话他会溢出去啊 溢出去 这里可能再试看看哦 他的 最后结果是怎样 这个调整一下参数就是到了 还有这里有一个Best Fit 按下去的话他就会做最小的调整 最好的调整 好那文字效果 这个 Reach text Reach text打勾的话 我们的文字效果可能会比较 理想 那一般的这个text是打勾的 Reach text是打勾的 然后自行的部分呢 你可以选其他的吗 目前并没有 并没有这个 他Deport只有L1而已 好啊自行 自行要怎么载入这个 应该有文件会说明 好那我们就 不去探讨他可以在网路上找到解决方案 那再来就是 添加阴影跟外框 UIA物件呢可以添加一个外框 在UIA元件的Inspect中按下 Add Component Shadow还有Outline 这些 也就是 如果是这个 用文字来讲的话 AID的Component 就是说这个这个文字里面可以再加Component 它的Component是 啊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它的Component是UIA UIA这里面的 看一下 Outline Outline Outline有 意外的Outline Outline没有的话就是在Effects 这边Outline 还Shadow都在这里 好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两个都加进来 UIA的 Effects的 这个Shadow Shadow加进来 Shadow跟Outline 我们用颜色去给它区分就可以 Honline的话我们给它这个 红色 红色 那这个Shadow的部分给它 这一个 给它蓝色 Shadow跟蓝色 一个红色一个蓝色 看看得出来吗 因为它们都重叠啊 看不太出来 Shadow关掉 Shadow关掉 然后这个 Outline关掉 Outline关掉就是Shadow Shadow它的Effects距离 这部分可以调整 你调整3 调整-3 这个是距离 距离 1 这样的话看起来比较顺 3 1 就是一个好像感觉有一个厚度 那这个Outline 那这个Outline呢 这个 3 1 3 1 3 5 5 1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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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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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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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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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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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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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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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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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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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6 7 7 6 6 7 6 7 7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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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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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那變成說這些按鈕就會 可能在固定位置就會有問題 所以他 為什麼要叫你做這個 設定 Transform的問題就是在這裡 好那這邊一樣可能就是 Button的話 預設有TEST植物件 好這邊做出來的話有TEST植物件 那你在 Button的部分他有TEST植物件你可以去設定他的 文字 比如說這個 這個 這個Button要做開始遊戲 就打開始遊戲 這邊就會秀出來 自訂按鈕的樣式 匯入自訂的圖片 將其設定為Sprite 然後拖一道Image Component Image Component就是在 所以 Button的 這邊的Image底下有 這個Ui的Sprite UiSprite 那 如果我們還有一個 還有一張圖 我去找那個按鈕的圖 去把它塞進去 嗯 這個好了 另存 圖片 Webp 存檔 然後 一樣拖拉到Texture這邊這邊來 那剛剛的圖片在這裡 拖拉進來 拖拉進來之後你去設定 Open 這格式好像不接受 會不會不接受 不接受我們就給他砍掉好了 滴滴掉 滴滴掉 那我們再找其他的 這種圖片不接受 這個呢 是png 可以 另存圖片 這png應該可以 存檔 然後呢 再給他丟進來 button 丟進來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那個這個 那個這個button 一樣是圖片嘛 所以在 Texture Type這邊改為 2D的 Supply 然後到這個button這邊 好 Supply 在button這邊呢 把這個Source Image 換掉 換掉 OK 開始遊戲然後他的 button就變成 這種我們剛剛去網路上加載的這個 然後遊戲的 Text 我們可以給他換顏色 換顏色 這裡 換成 白色 白色 可以換白色 好 那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 稍微